本日,北京女子图件的姊妹片,上海女子图件,官宣定当5月16日播出。 这两部剧集,翻拍自日剧经典IP《东京女子图件》,分别将故事背景挪制了北京和上海,北京女子图件播出一时,逃离小城市,逃离一眼望到老的生活,出到北京的面试历练,扮演无处可去的剧情等,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,也引发了极高的讨论度。 但在女主不断踩着男人上位的情节展开后,故事开始全面崩坏,该剧目前的豆瓣评分已经从7分跌至了6.2分,北漂还原错位,三观不正,伪装在男权之下的女权主义等,都成了该剧的硬伤。 而即将播出的《上海女子图件》,不管是八个男配的设定,还是预告片中充斥的正能量鸡汤,都让人看到了和北京女子图件相似的配方,甚至有网友吐槽,就是换些男人换些外景,从约会,恋爱究竟是什么,求婚大作战麻烦家族。 再到深夜食堂,东京女子图件,中国近几年很是热衷于翻拍日剧IP,但与原版对比,在质量上却是轻一色的不及格,虽然本土化改编差劲是一大原因,但是最本质的原因,还是在于相比原版,翻拍IP过于空洞,缺乏精神内核,北京女子图件,妖魔化北漂女性上海女子图件,或人化提度大于内容 北京女子图件的女主陈可依,与其说是独立自主的奋斗女性,不如说,是躺过男人和的女人,全局男配高达11位,无一例外成为女主上位垫脚时,换一个男朋友便换一个工作,故事主线也基本依赖于更换男友来推进,甚至连女老板都对职场萌新的女主照顾有加,不仅便宜给其租房,还让女主随便使用自己的名牌包和墨镜, 除了开挂的职场经历,三观不正也是该剧一大槽点,女主陈可依本事上仍是败金女,且三观双标,但剧中却极力将其诉造成奋斗的白莲花,比如故事中女主看似彼是饭局上的人,但却安心享受着饭局既得利益者的身份,称自己对富二代男友是真爱,但是却想从其身上得到物质上的好处, 在北京女子图见中,女人嫁得好才最重要这样的论调不断出现,甚至还出现了有些女人因为一张床,就可以奋斗出一套房的台词,对物欲的追求几乎成为改具最大的宗旨,但却显有精神层面的刻画,而整个故事,也在妖魔化着北京这座城市和北漂的女性, 比如剧中北京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欲望,只是LV和车房,北漂的女孩不是捞女王家家,就是欺骗顾客的橘子,或者出卖色相的姚美等,唯一一个职场女强人,还是通过离了两次婚拥有的财产,北京女子图见中的女性,几乎全都爱慕虚荣,投机取巧,没有一个是凭借自身实力成功的,看似在呼吁女权主义, 实质上还是依附于男权生存,而剧中这,重价值观的体现,也是对在北京认真打拼的职场女性的侮辱,北京女子图见的出品方熊孩子传媒,成立于2015年底,去年下半年刚完成了5000万元的A轮融资,不过已骂改具镇魂镇起家的熊孩子传媒,对北京女子图见,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把控显然不足, 熊孩子传媒的CEO廖君曾表示,为了回归内容本身,洞悉社会情绪,北京女子图见的编剧,宣用北漂族,大范围放谈了北漂女生,即便女主陈可一开挂的北漂时,有着真实案例, 但这种非典型性北漂,绝对难以代表在北京奋斗的大多数女性,担不起图景二字,北京女子图见的姊妹片,上海女子图见,出品方为新格传媒,该公司同样成立于2015年,于去年6月完成了5亿元的B轮融资,增身于过九州天空城, 秘习之星图璀璨,和头号惊喜等作品的制作,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也较为空白,从预告片来看,上海女子图见比北京女子图见的设定更为接近原版, 在北京女子图见中,女主称,自己是为了梦想来到北京,而故事到了上海,女主则是希望成为上海10%的人, 这和东京女子图见中,女主灵想爬上更高的阶层颇为相似,但在微博上,除了主演粉丝们的呼喊声,很多观众也表达了对这部剧的担忧, 比如北京上海都要谈好几个男朋友吗?合着又是一个女子和若干男士的关系时, 在镜像娱乐,ID,J-I-N-G-X-I-N-G-Y-U-L-E看来,上海女子图见真实还原互飘的可能性依然不大,因为这部剧的配方,和北京女子图见太相似了, 虽然遇到宣称这是一部鼓励女性成为实现经济、身体、精神自由的独立人的剧集,但是在剧中,男配仍然高达8人, 这些男人的人设,包括大老板、小鲜肉、妈宝男、中年大叔,几乎又是一部男人极有图见, 而且在上海女子图见的预告片中,也继续充斥着北京女子图见中的正能量鸡汤, 比如留在上海一定是正确的事情,我想要更大的世界,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放手一搏等, 但是当初北京女子图见预告片中,这是创造奇迹的地方,没有什么不可能,努力赚钱,买车买房,想要得到什么, 就勇敢去追求的台词同样励志,但实质上仍是玛丽苏大片,日剧IP翻拍失利本质差距, 在于缺乏精神内核上海女子图见,和北京女子图见,的原版东京女子图见,在播出时也被质疑女主的职场之路,过于平不清云, 但是该剧成功的原因,并不是在于职场戏份,而是在于格局,东京女子图见通过女主灵的经历, 成功展现了日本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,物欲和人性, 剧中对无法跨越的阶级隔阂,女人的地位与女权,个人,选择得失等的讨论都堪称经典, 在东京女子图见中,女主每个年龄段的迷茫和欲望都展现得很出色,男人虽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, 但绝非主宰,女权与男权冲突把控得当,东京女子图见的女主灵,同样虚荣,同样追求物欲, 但面对欲望时,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坦诚,会被大都市的灯红酒绿所迷惑,也会在灯火阑珊处拒绝苦涩, 反观北京女子图见,完全是伪装在女权之下的男权,只看到了房车和奢侈品,却没有讲述出更深层次的东西, 在东京女子图见中,也有各色各样的女人,她们或是小三,家庭主妇,或是职场成功女性,生态很复杂, 但剧中并没有丑化任何一个角色,没有去展现绝对正确的价值观, 只是平静呈现了饮食男女的欲望人生和苍白故事,除了很少翻拍美剧IP外, 韩剧IP和日剧IP,其实都是国产剧翻拍的热门对象,尤其是日剧IP, 比如近几年的约会,恋爱究竟是什么,求婚大作战麻烦家族,以及深夜食堂,东京女子图见, 但是不管翻拍剧集阵容配置如何亮眼,最终剧集质量都是清一色的不及格, 日剧翻盘的不断失利,固然有国内制片方将现成IP当摇前述, 偷懒心理下本土化改编缺失的原因,比如约会,恋爱是什么中宅文化, 在中国根基并没有日本身,直接复制过来自然很多人无法共鸣, 求婚大作战的本土化就更差了,高中打棒球和男女主穿汉服看烟花等都是照抄原版, 至于深夜食堂,居酒屋和饮食,甚至海报都是直接抄袭,几乎没有任何本土化, 但是翻拍作品不被认可,最本质的原因却并非如此, 如同深夜食堂中最为观众诟病的,中华美食千千万,你非得在深夜吃泡面, 虽说是照顾新主,但由此也看出了整个深夜食堂剧组匠心的缺失, 日剧IP翻拍质量差的本质原因,在于语言版相比, 国内翻拍版本只学会了情节和设定上的模仿, 但是忽略了真正的精神内核,缺乏对人性、社会的思考和关怀, 比如日版的深夜食堂中,居酒屋只是一个介质, 它的作用是通过饮食来传达都市人的孤独, 丧中带着小缺幸以及市井的烟火气息,而对比看国内的深夜食堂, 虽标榜市井温情,人间百味,故事却都是强行狗血和煽情, 其实,不管是国内翻拍的北京女子图鉴,还是深夜食堂, 都是输在了格局和利益上面,都市剧呈现实主义题材突破口, 但其创作仍停留在魔幻阶段北京女子图鉴和上海女子图鉴, 从本质上来说,都是当下热门的现实主义题材, 去年,现实主义题材成为风口,今年迎来爆发, 不仅国家相关部门在政策上大力扶持, 各大影视公司今年的片单中, 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也占了很大比例, 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从去年到现在, 现实主义题材在质量上过关的只有年代戏和反腐剧, 比如讲述一屋商人的鸡毛飞上天, 和九十年代爱情的我的青春遇见你, 以及尺度较大的人民的名义, 将被紧致于当代都市的现实主义题材聚集, 质量上几乎都铺接了, 从花乐颂到我的前半生, 从美好生活到北京女子图鉴, 没有一部都市现实主义剧集拥有高口碑, 今年第一季度,谈判官恋爱先生, 美好生活,南方有乔木,下一站, 别离等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评分也没有一部超过六分的, 现实主义题材崛起后, 都市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, 因为相比年代剧或者政治剧, 都市剧对影视公司制作技术要求相对较低, 从今年各大影视公司的片单也可以看出, 除了正午阳光的年代剧《大江大河》, 其他影视公司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的发力基本都是都市剧, 但是,目前来看, 都市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, 仍停留在魔幻阶段, 缺乏创新, 缺乏精神内核, 以谈判官南方有肖木为代表的的网文IP分拍剧集, 披着行业剧名一行男花女爱之时, 恋爱贤胜美好生活, 下一站, 离别等剧, 虽标榜关注都市男女感情问题, 但剧情无不住水且充满老旧套路, 北京女子图鉴, 以及接下来要播出的《欲望都市》, 虽打着北上广的奋斗人生旗号, 但本质上仍是玛丽苏和爱情内核, 电视剧创作很难100%现实主义是很正常的, 东京女子图鉴中女主的人生 也被称为是都市幻想画卷, 不是不允许艺术创作, 贩卖都市乌托邦, 毕竟很多普通人奋斗一生仍是朝九晚五, 在电视剧中得到精神寄托, 有时也是刚需, 但是, 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剧集创作, 就可以无下限, 无营养, 缺乏生活考究, 缺少细节打磨, 日复一日编着花样讲述烂俗的爱情故事, 给观众呈现老套的都市义淫, 丝毫没有匠心, 对国产剧来说, 如果能展现出深夜食堂中市井烟火器的一分, 或者东京女子图鉴中人生思辨的一分, 可能都是一部不错的良心剧集, 原创文章, 转载性标注来源和作者, 为者必究, IBR